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段轮回 最容易我们人到最容易去做什么 做鬼 对不对 你这个鬼只要有犯错 那就跟进人的监狱一样 你有犯什么罪进去 你每天要挨打被折磨的 有你的好日子了 叫苦連天 那鬼道眾生的那種痛苦因素 痛苦指數 那不是我們人道的邏輯思維 所能想像的 我記得前年跟大家講過 我常常佛菩薩加持我 我有一次到地府去 見到炎王 也看到叛官 也看到這個貴族 有一次是到鬼道 看到這個鬼道 就身處那個鬼道的境界 我在夢中驚醒 因為在這個鬼道裡是怎麼驚醒 不是被鬼嚇醒的 鬼是跟人一樣有的難看一點 驚醒是因為在鬼道的那種氛圍當中 那個心快要被揉碎掉的痛苦 所以從夢中醒來就覺得 我又回到人間 是不停的喘氣 沒有什麼恐怖的情節 就是很痛苦 莫名其妙的痛苦 害怕 非常的恐懼 那就好像到了天上 到了天道 沒有理由的自在快樂 到了極樂世界 那就不可言喻了 那就更不可思議了 所以 你不要以為嘴巴上講的 你現在講當然是很爽快 你沒有考慮到後果了 掉到輪迴就掉到輪迴 不休就不休 大家不是就這樣 你看很多人 而且我聽到很多年長的人 年長的人 我都不用跟你聊天 我遠遠的 或者跟你坐隔壁桌 或者在走過去 聽到你在跟人聊天 我就知道你沒修行 糟糕了 嘴巴動不動張開 都是不吉祥的話 都沒有勸進行者 都沒有做後學的示範 動不動就說 那我看看我下次是不是不要來了 這個我不要修了 那你修 動不動就講這些負面的話 掛在嘴上 我心裡希望你來是希望你來學佛 你來不來我沒什麼大感覺的 但是你自己會有大感覺 你以後就知道 不久的將來你就知道了 無常就是如此的迅速 以各種的形態 會降臨在我們身上 什麼東西可以保住你呢 那就是你對三寶的意志信念 還有真正的生死輪迴之戰 是坐在是開戰打在平日的 你平日有沒有學佛修行 有沒有有把握 有沒有靜靜用功 有沒有懺悔業障 你看你平常怎麼準備的就知道了 你平常都不準備 所以該用功不用功 該努力不努力 該鑽研不鑽研 掛在那邊起翻 貪生吃賣魚 掛在那邊起翻 都是負面的 那你把你的時間白白浪費掉 你看有多少同修是這樣子 那真實在就是很可悲 所以同修 不管你的資質如何 你如果根氣很高 有根氣高的修行 你如果根氣一般或根氣很低 有比較愚鈍 愚鈍的人可以精進 可以用功可以努力 可以有過人的改變自我要求 如果你是比較根氣比較低 比較愚鈍的人 你又不敢吃苦 你又不想發心 你又沒有比別人精進用功 你又沒有不二過 這次錯了 下次又錯 這次忘了 下次又忘 這次不記得 下次又不記得 你看看你未來的希望 到底在哪裡 所以希望大家都做眾生的示範 成就自己才能成就別人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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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